为了推动年金制度改革 考试院长关中提出90制 延后公务员的退休年龄 结果引来了公务员不满 老委会公务员协会理事长李莱希 今天公开反驳 痛批关中以错误的数据误导社会大众 还对媒体放话 根本是在羞辱公务员 要求关中出面道歉 快步离去什么话都不肯说 老委会主委不愿多做回应的 就是老委会指派的公务员年金小组召集人 这段批评考试院长关中的谈话 设计这一套应该被改革制度的人 这个人叫官院长 他没有出来道歉 结果他今天站在改革浪潮上说 浪头上说他是改革者 会员也好一般的公务也好 几乎没有人有反对的声音 怎么说变成我们是抗拒改革 就那个尊严 对于关中用已经停用的七五制举例 说一位九支等的科长 最多可以领到2500万的月退缝 李莱希也重炮抨击 用极端的案例来取代普遍性的现象 公务员几十万人有几个案例是这样 我们是以负责任的态度 来对现有的这个制度碰到了问题 我们来提出解决的研议方向 跟大家的预期可能会有一些落差 那我想这个部分我们会好好研究 然后多做沟通 关中希望公务人员退休年龄 可以从现行的八五制改为九零制 延后退休 渴望减少政府退付基金三分之一的支出 考试院的报告大方向已定 就看最后行政院如何拍板 右肩TV林伟师正希台北报道